大家好,我是名人站的Crystal Wah 今天又輪到我介紹新的手袋給大家知道 今天我會講一講Hermas這一款最新的騎兵袋 相信就算熟知Hermas手袋的一種粉絲 都未必知道這個袋的出現 我們有幸今天發現了一個陽毛白CAMO式的騎兵袋 就由我馬上去錄一段影片講解一下 這款袋是有什麼時候出的 以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首先這款袋是Hermas在2020年的秋冬巴黎市裝周 在它的售場上展示了一款 好似Constant和2020年款的一款Future型的手袋 大家非常之眼利 一看就知道它是Hermas的最新手袋 騎兵袋是秋冬全新的包款 它本身的設計很具Hermas 一直以來最撒家的馬術風格 而且我們會看到它中間整中央 有一個非常之個性化的鎖式 扣的這個設計 其實它的靈感來源就是來自於脈銜的元素 圓圍形的包袋曲面 還有我們會看到這個就是圓圍形 中間的圓圍形是細節之處是套進去的 雖然大家如果有買開手袋 或者看開一些這麼大的品牌的創作 都知道這些圓圍形的套位 上面的售工花式是非常之複雜的 然後我們會看到它有一個翻蓋的設計 是來自於皮革工匠的專業技術 搭配可以調校長度的背帶 這個包袋在2020年的巴黎時裝騷 一共出現了兩個尺寸 大尺寸是適合白天的攪帶兼背舌 有25公分 而我們今天介紹這個也是我們翻了的一隻 就是一個mini的尺寸 好少和我們晚上出街 或者一會試看 有什麼活動可以用 因為這個袋子也是我們最近唯一回的一個 我看到之後非常之心意 而且它也是我一直以來很深水的楊毛白色 配上銀球 所以立即把握這個機會 錄了一段迷你的短視頻給大家 今天介紹這個袋子的時間會用長一點時間 因為實在這個袋子我相信 不是那麼多朋友會知道它的來源 因為它既是一個類似於Constant的款式 還有有少少像幾年前出過的2020年這個款式 但它扭扣的位置會更加簡約 還有如果你有時候真的不說 你都未必知道是Hermes的出品 Hermes近年來的產品越來越雞尿 這個我也是很欣賞的 因為現在流行的都是精簡的結構 我們用手袋或者服裝 再不需要畫太繁複的圖案 畢竟我覺得線條簡單和優美的設計 才是最力久上身的 也是Hermes一直以來灌輸入品牌的概念 化繁為簡 品牌的設計可以用一個皮革的建築去做 雖然大家看到包的設計並不繁複 看上去好像在線條上很簡單 但為何它文明於世 就是因為每一個手袋 都是經由Hermes的師傅一針一線的服裝出來 和其他品牌加入了機械的技術 完全不可一日言喻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帶有一個可以調教的方式 非常精緻 所以每次Hermes一有新手袋的面穿 總會帶來做古風潮 雖然它未必每一個袋都那麼普遍 或者會成為它某一個時間的IT bag 但我覺得它敢於創新 和試一些新款、新元素、一個用的新技術 去灌輸在自己的手袋上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人學習的 它是一個一直以來非常有創新意念的品牌 在它的袋子的元素中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有不致敬某些其他不同類型品牌的元素出現 這個東西在Hermes身上從來都沒有見過 也都是我很佩服它的設計師 總是以最簡約、最平凡、最少見的 在這裏的線條創造出一個有一個經驗手袋 其實這東西才是最難的 好了,以下我們會有同時來上身和示範一下 首先我們會看到它可以一個正常的Cross Body 而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帶子是可以調校的 調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以及非常多公開性的設計 搖身內變成了會建身成一個肩背的款 結合肩背又可以斜背 因為其實傳統過往以來比較舊年份 或者是比較古早的Hermes袋 通常這條帶子是固定的 譬如我們的Kelly 我們會看到我們可能的Herbeck 或者Alvaline 這些設計並不是說不好 但除了不同女士或者不同角色的朋友的身形 如果可以設計到一些可以兼聘的手袋 相信網絡會更靈活和多元化 這個袋絕對是最新的新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有興趣的話 可以交本人在名人站的WeChat 我的名字叫CrystalJone 可以交WeChat看更多的產品 今天的分享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報閉的時間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